蜗牛看西游第九百三十四期文 牵着蜗牛散步要唐峰举经路上 有多种多样的妖怪 每名妖怪绝不是胡乱出现的 而是代表着作者巧妙的安排 隐喻着本书的核心 蜗牛在多篇文章中说过了 西游记其实是一本修心的书 所以它的设定 基本是按修心来设定妖怪的 金角大王银角大王 本是太上老君烧火的两个童子 为何下界就成了金角银角呢 他们的角从哪里来 这里其实也有隐喻 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代表的是金银元宝 也就是俗称的财 精细鬼 灵力中代表的是守财奴 官因为何要向老君戒三次 才把他们戒下戒 其实也是考验唐松团队的钱财官 阿尔摩手里的紫金糊涂 杨之欲竟停 为何换一声 你答应了 马上就会被吸进去 片刻化为浓水呢 这说明 人若钻进前掩体 就无法逃脱 致死方休 当然在这个故事里 两童子还有其他法报 还有老母亲 这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其实蜗牛在公号很多文章中都写过了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前往蜗牛看西游公号 可看到相关文章 太上老君两童子下戒为妖 为何还带上老母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家